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有点心疼你 我觉得咱也可以在兼顾工作的同时 考虑一下个人问题 对吧 因为我是一个事业型人 我觉得如果入职到某家企业的话 将来之后是一个机会 我会不断地发展的 这也算是上天对我一次考验的机会 挺好的 但是我想问你一句 这么想工作 是对这个收入啊 钱上有什么比较急切的需求吗 没有 然后你最近有做什么工作吗 没有 没有工作的时间多久了 有段期间了 因为之前的话 《三国家》有个主题 是那个学的技能回去 对于失业人员 所以当时我学这个了 所以没有找工作 没有找工作 上个月刚刚结束 这个月我可以去找工作了 这也算是对我自己的尊敬 和对各位企业的尊重 所以说我只要把那个都安排好之后 我再来找工作 妈妈现在退休了 退休 妈妈这些年就在你小的时候 一个人拉着你长大 挺不容易的 是的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个 妈妈在抚养你的过程当中 你印象最深刻的事 那个我就是不打算找工作的时候 让我妈妈从来不逼着我 去找工作去 我妈说如果你要乐着找找 如果你要不找的话 你可以先提高一下 自身的修养和素质 而且她会退休之后 她还在去补差去 去这样的干的工作去 现在还在补差 补差 对 在哪儿啊 就是保洁 单位保洁 一个月多少钱 两千左右 再加上退休金 可能娘俩就靠妈妈的这个收入 是的 生活 日子稍有点紧 但是 他们让说多困难 因为对老金言 对我挺公平的 在这期间的话 我也能够锻炼 我虽然没有含着金钥匙 出征的背景 但是我有后天的修养 和后天的成长 而且交接都挺公平的 我现在通付应聘 来到咱们非你莫属的职位 就是也算给我机会 让我去发现的 所以说 我觉得是 老金言并不是对我不公平的 都被赢得了 还是老金言并不是对我 您的编程 我订阅 不订阅 我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